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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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我从胡同那头去 两头一包 快点点 好 轻点 好看 好看 要轻一下 轻 来 尝尝 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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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行了 秀他了 我跟你说 我还真想去跟他亲眼见见的日本特使 我看看他那奴才像 听说他还哭了是吧 小事点 傻不傻一命 你去了不也得拖吗 你怕他 我可不怕他 我知道你不怕他 你们俩斗 我哪回不是像吗你 你看他当了官的清高样 一点情谊都不讲 你说这人当了官 怎么就连狗子不如呢 真是 还说人家呢 你也得得性 我今儿天不亮就出去了 到北城啊 找了一高人 重新给合了一下 这个高人可不得了 是三清会的副首领 人家啊 一般人他不给看 我呀 我就把李科长和招地小姐的八字给递过去了 人家一看呢 你才怎么说呀 这是俩贵人嘛 外面混吃的那些寡师 他不管怎么看都说犯冲 可真有慧眼的 哪能那么想啊 何况 李科长的生日是二月的 招地小姐的生日是十一月的 这春天的虎 怎么能吃冬天的羊呢 没事 这叫贵上加贵 急上加急呀 去把小和叫来 有大事商量 太太 您找我呀 昨晚你也听到了吧 一坨把李空山的钉带来了 成串的小元宝就十七个 吃的 玩的 用的 都有了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放定都放那么多了 这份礼自然少不了 这个不用你操心 可就是一样啊 这事啊 我早想跟你说说 招地嫁出去 我的心事就少了一大块 李空山虽然不很好 可也不坏 太太英明 太太英明 全靠太太操持 这个家才风生水起 好生兴旺啊 你甭跟我臭拽 按说我这么累 也该舒舒服服的 在家里过几天好日子 可是我呢 就一块儿心病没去 你说该怎么办呢 我这有什么事啊 你不想要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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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童方吵架 我什么时候不是向着你呀 你现在做了官 我们惹不起你还躲不起吗 你不能往绝路上批我们呀 哪个我们 还挺恩爱的嘛 你要知道 李空山已经是我女婿了 看谁不顺眼 我咳嗽一声 还用我动手 跟你商量商量 也是看着咱们俩有情意 不行 我不能做活王吧 我告诉兄弟 你不能六亲不认 不行 就是不行 多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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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顺啊 你来干什么呀 这儿啊 没人听你的话侠子 小崔不是死了吗 他家里办不起丧事 我来跟老街坊邻居告个帮 小崔到底是不是刺杀特使的凶手 你跟我说实话 我给你钱 天地良心 小崔就这拉伙挣钱 您借他个胆 他也不敢干这事啊 再说了 他媳妇刚怀孕 您说他能是凶手吗 管家不喜欢小崔 你啊 就不要去碰钉子 我这儿有钱 你拿去吧 这钱哪 是专门救济穷人的 以此十块可以领个五六次 这事 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讲 款子不多 一说出去大家都来了 那我就不好办了 这是那个慈善家捐的 人家不愿意留名呢 拿去吧 谢谢高先生 等等 这个 手续 得留个小手续 你在这儿签个字 人家托我办事 我总得留个手续嘛 要不然人家该说 我给眯起来了 你说是不是 行了 没什么 就是一点小手续 谢高先生 看见你 十五九七九 二十四 你职尸 你得都留下来 你不否则拖开 奶奶 七大爷有消息了吗 你去那管家干什么 小崔媳妇的事 我去告个帮 那怎么不来我们家里呢 七大爷刚出了事 我不能再来你们家要钱了 您看 那个高一坨刚给我十块钱 我真的有钱了 你跟小崔媳妇说一声 我们家是出了点事 等七大爷回来了 我再去看看 拿着 我们家还没有不管过街坊的事 七大爷回来了 要知道我没有管 他会骂我的 大奶奶 这要不了那么多 拿着 若霞 谢谢 咱们还有多少钱 我怎么一分都找不着 你能找到什么 那可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四爷您等着 我去找 四爷 小崔真的杀了两个日本人啊 人都死了 不提这事了 是真是假 我也不知道 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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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霞 咱们还有多少钱 三块四毛钱 都拿过来 都拿过来 对不住啊 就这么一点了 这是我和若霞的心意 我和若霞的心意 你们就这么几张 我要是都拿走了 那你们 我们的头啊 还都长在脖子上 没钱 想法子弄去 不管小崔是不是 真的杀了两个日本人 他顶着这名死 总比我们这些 在这儿苦熬着的人 有出息 我佩服他 你狩猎 科长 姐 您在哪儿了 找小事啊 没事 别往这儿跑啊 许队长 这儿不是衙门 小崔不是 我跟小崔有什么关系 你狗屁小孩乱拉什么关系 你看看头的死鬼 你往我身上按 好看哪 体面的 你这不胡来吗你 我告诉你啊 我不认什么小崔小孙的 你赶紧走吧 我特别忙 先生 小崔不是咱们邻居吗 许队长 以后不要来找 你什么意思 你这不可添麻烦的吗你 再说 小崔那小子 长得贼眉书眼的 一看就是个奸细 我跟你说 他就是个不知死的鬼 早晚得吃亏 这不早就看出来了 你 你放开 你不管就不管呗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你 没见啊 愿不得你做罕见的 原来你管日本人叫爹呀 你连你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吧 你连你爹姓什么都忘了吧 行 今天我怎么替你爹 我怎么教训教训你 疼不疼 进入了吗 我告诉你 你别看我成长数 我一身破一拉撒了 我怎么饿死 我不给日本人当孙子 你们一个个是一观禽兽的 你们还是人吗 你们是日本人孙子 龟孙子 三孙子 罢的王八蛋 宋长 您看 这是正宗的手工苏绣 您看这料子 多佩小姐 好 你听着啊 这个腰啊 别收得太紧 显得穷气 你看一号院那件日本女人 嫌腰呢不够粗 还在后边呢 系个大方块 转过来 这个裙子呢 要一直倒脚 露出脚面来都不行 这底下的整片呢 都要绣上云龙海水纹 你们是别听她的 都成老妖精了 你别拿那女学生派头 所长 我有事向你汇报 你把气喘匀了再说 这袖口呢 别太长也别太短 好 还有啊 这肩膀啊 给我收平整点 明白 所长 咱屋里说 来 记好了 小姐 您转个身 所长 我刚从李科长那回来 李科长说 彩礼没问题 您订个数 挑个吉日啊 他给送过来 这婚礼是越早办越好 还对我说呀 问问您 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您看 这没过门的女婿 先孝敬起丈母娘来了 她还说什么了 无非是说些好话嘛 高义托 你是不是合我一条心呢 所长 您怎么能这么问话呢 我高义托要是对您有二心 我出门就被车撞死 被马踩死 死了没地儿埋 扔到外边 连狗都不吃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也不用赌那么大的事 有些话呀 我只能跟你说 我手下有个叫水行花的 跟日本县兵司令部的一个队长好上了 那个队长告诉我 日本人要换马 换马 是 特使被刺这件事 让日本人对特高科很不放心 正在秘密调查这件事呢 这些 李空山都不会跟你说 只有我知道 你可不能说出去啊 那可 可这事儿 所以我要你帮忙啊 什么好话你都应着 咱把成亲的日子往后拖拖 他不是信任你吗 你告诉他 大吉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咱们走着看 他要不倒自然没话说 他要是倒了 我也放不着让招地儿给他送饭去 明白吗 所长高见 所长高见 来啦 坐 坐 喝茶 他们杀的那个人 叫小崔 是我的街坊 城外 他们挖了俩大坑 买了很多的人 我昨天买了几十刀的纸 偷偷给烧了 现在日本人杀人越多 证明他们的心里越害怕 每个中国人都扶手贴耳 难道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将来我们也会死 死并不可怕 要死得直 现在日本人 已经怀疑到汉奸们头上 这些铁杆汉奸 做梦都没想到 他们的主子 会拿他们开刀 小崔和小冯的人头 挂在东四牌楼上 什么叫大东亚共荣圈呢 这就叫大东亚共荣圈 咱们得想办法 把人头给人家摘下来 好 另外在英国领事馆 供职的齐瑞轩 也让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估计跟他的身份背景有关系 日本人到现在 什么证据也没抓到 我看他没有太大危险 这个齐瑞轩一直为我们工作 为我们写了大量的传单 还有听说英国领事馆的 福善先生 也在想办法营救 我估计日本人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不会对他下手的 得管杠夫一顿米饭 一个人怎么着也得俩烧饼 一块咸菜 再加上咱们几个 咱们也得 也得十份 这十份下来 十份是两块五毛钱 另外 数出七块钱整数来 交给棺材部 七块 四个杠夫加一个撒纸钱的 这是五个人 走一趟怎么着也得一人五毛钱 这就是两块五 两块五 还有引灵就能 那个我来就行了 把这两块五数出来交给孙妻 别哭了 别哭了 你说说这孩子 他说出去六十去 这么半天也没回来 不知上哪去 那我找找他 你别去了 算咱们的账 这儿还有 四爷 四爷 怎么了 长叔 来来来来 怎么了 小崔的人头 小崔的人头不见了 好 什么 不见了 我 我想把小崔的人头给偷过来 我就跑到东四牌楼 看见两个人头都不见了 这怎么话说的你说 这 是不是日本人 把人头挂到什么别处去了 四爷 兴许 那这样 我明天再去西四白楼看看去 嗯 不是 你小的那么大胆啊你 神经半夜 乌球马黑的 你怕牌楼上投人头去你 我 我 我想 我想给小崔 留个全尸 行了 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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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儿 你说你这孩子 你不说溜神去吗 上哪儿溜去了 大半夜才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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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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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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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爺 四爺 回去 回去 惹活我了 明天什么鬼子找着人头 再把小翠媳妇给绑了去 这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 人都死了 这人头还得挂一辈子 再说了 他们这是谁偷的呀 你甭害怕 是要杀还是要广 都我一人扛 走走走走 小屁孩那逞什么能力 你以为人不敢偷啊 你这么干 会连累别人你知不知道 你要害怕 你先把人头给挂回去 你就不怕小翠的活回来找你 行了 我 老头子 怎么了 没事 我们几个在这儿透透风 四爺 你看 明二哥 一大早出便 还是给小翠留个权势吧 事到如今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听好了 这事谁也不能说出去 明白吗 哎 小翠 你收钱哪 到那边 你收钱了 你想喝就喝一口吧 你想喝就喝一口吧 小翠啊 好好的睡吧 我不��릴 莱儿啊 你过来 小翠媳妇儿 走吧 姐姐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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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你醒了 渴吗 喝点水吧 要把你弄料 干什么 你给我弄刮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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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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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打大的好 客气的 尽善的 共打的 你的可以开路开路的 你记住 在这里的事不准说出去 如果说出去 你再回来 要喘木鞋的 走开 是 好 黄帽车 护国寺 您慢点 坐这儿 坐这儿 来 好 稍等一下 好 谁 我 玉蕾 玉蕾 你回来了 给车去 谢谢你 走 老大 老大 宝宝 没事了 爸爸 儿子 爸爸 你家死你了 宝宝 宝宝 爸爸 爸爸 老大 爷 爷爷 你可回来了 你可回来了呀 老大 你可回来了呀 老大 你可受苦了 没事 这历代老祖宗们哪 你们有德 我给你们磕斗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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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吧 这底下凉 爷爷爷 你快起来吧 这底下凉 爷爷 你快起来吧 我受苦了 大哥 带你进去说吧 乌乌吧 乌乌 来 咱屋里坐 好 乌乌 爷爷 你慢点 玉蕾回来了 玉蕾 妈 玉蕾啊 她回来了 这是祖上的因公 你就别跟她提老二的事了 好不好 我知道 妈 进去吧 来 再喝点 这可 爷爷 我来吧 小舍他妈 你看着给他打点水 看着给他做点什么吃 是啊 是 做面片吧 薄薄的 行吗 做面片 对对 做面片也行 面片也行 你在里边受苦了吧 他们打你了没有 没有 爷爷 那天没吓上你吧 我怕他们 那天我挺着胸膛 让他们放枪 他们呀 没敢打 是吗 小舍 你看见爷爷那样了吗 牛子 亲亲爸爸 亲一下 亲一下 先把我脸脏不亲是吧 小舍 你练字了吗 练什么字 三字尖 你给爸爸背一遍 来 人知诸兴本善 福尔赅 启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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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i fil 绿轩 要不躺下睡 来 面片汤也做好了 你要不要吃一口再睡 先睡会儿 一会儿再吃 行 睡会儿吧 睡会儿吧 女孩 一宿没睡啊你 我怕你半夜醒了 想吃点东西 就没敢睡 这几点了 天都亮了 那我得上街去买菜去了 我换身衣裳 要不你躺下再睡会儿 тех人 签着 对 扔过来 好 切着 您慢点 慢点 就那个玩儿 那个 有人吗 开门啊 快开门哪 这块料子还凑合 成就他了 所长 所长 老英国人来了 就是英国领事馆那头 丁约翰的顶头上司 是个大官 大大的官啊 什么 上哪去了 英国人去齐家了 我昨天呀听孙妈说 人家齐家大爷 昨天晚上就给放出来了 而且啊 还全虚全眼的回来 一点都没上着 人家八成是过来给他押金的 我们也应当过去给他押押金 从日本人那出来完好无损 够了不起的 还有老英国府的 给他上门押金 齐家可是有人才 那是当然 咱马上去 咱们也和那老英国人套套交戒 我去换身衣服 等着 你先挑着啊 好 瑞萱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 也许是过滤了 我希望是过滤 我看有朝一日 日本人也许会突袭英国 能吗 怎么不能 我已经去问过了 日本人不止要抓你 有很多大使馆的中国秘书 都被抓走了 生气是毫无用处的 英国的海军再强大 他不在眼前 他离中国很远 Hey baby Come here baby Come on 小爷爷 好漂亮的小哥娘 爷爷好 好 来看看我的蓝眼睛 还有这里高鼻子 鼻子 小帅 别被跪去 没关系的 他们很可爱 好了 我还有事情 以后再来看望你们 好不好 好 再见 再见 别走 饺子都包上了 待会让瑞萱陪你喝上两重再走吧 饺子 饺子非常好吃似的 那么谢谢你了 英国老先生在哪呢 那老先生是不是在这儿啊 来来来来 哎呦老先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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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灌先生灌太太日本人的朋友跟亲心哎呀哪里啊日本人哪大的过英国人了不起啊你看他还有红手 好 瞧你这话说的老先生走南闯北远渡重阳来到我们中国做事情实在是佩服的很佩服的很佩感 祈感 你看他还会说既感 是啊 好得很好得很啊 对不起 齐先生我刚刚详细说我还有事情要去忙 对不起我改天再过来 I'm so sorry 非常抱歉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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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先生 我们不能放你走 不管你有什么事 我们已经预备下了一点韭菜 请您赏脸 是啊 老先生 您要是不肯赏脸 我的太太回去得哭一天 冠先生 你急离邀请我去你那里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也没有什么事情 老英国府方面还用不用人 我倒是愿意为您效劳 老先生 一点小韭菜不成敬意 冠先生 冠太太 你们别拉傅膳先生 他真的有急事 我们家也快要吃饭了 就不了二位了 咱们走吧 咱们巴结不上 就别在这招人讨厌了 这么着 老先生 我也不勉强您上我那去 我派人把韭菜给您送这来 咱们一回生两回熟 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朋友朋友 就是就是 我的事情 还希望老先生多分心 好 我们先走了 回见 你 日本国人 日本人是狼 他们是狗 我姥姥让我端过来的 你好歹吃两口 先让小崔吃吧 我吃他这碗 这 这还能吃吗这个 你吃这刚煮出来的多好啊 不用 好的先给他吃 我吃什么都行 小崔可真有福气 死了还捡好的吃 那你赶紧娶个媳妇啊 你姥姥都说了好几回了 我还早呢 整天背着胯匣子满街转 挣个三毛六毛的 还养媳妇呢 养条狗都得饿跑喽 你可真是个小孩 那狗能饿跑了 媳妇还能饿跑啊 不 不 要不是街坊帮忙 没有你姥姥 我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 回去你告诉他们 有什么东西 你别解决啊 要去个家儿 置上話 回去了 路上 请女座 女座 小妙子 妈的妈 齐大爷 妈的妈 齐大爷 没落什么毛病吧 齐大爷 您可真有福气啊 什么毛病没落 从日本人那儿就回来了 真是贵人又贵命啊 我算什么贵人 奸着 长帅 多亏你送信 玉玫和老爷子一个劲夸你呢 齐大爷 你回来了 我刚听着信 小崔 是个好人 这是玉玫老爷子和我一块拿的 你先拿去过生活 爸爸 不不不 安葬小崔的时候 齐大奶奶已经给过钱了 偏有掌柜的 给了我这身衣服 小崔媳妇儿拿着吧 齐大爷给的 你就拿着吧 这年头啊 就是咱们自个人就自个人了 你说你一天缝那些破篮衣裳 眼睛缝瞎了 正的够你自己个儿吃嘛 好 谢谢齐大爷 齐大奶奶老爷子 等过了季季 我拖下小袍 给你们磕头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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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